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CNBC报道说 关于TikTok的交易最早会在明天宣布 知情人士称TikTok可以为其美国、新西兰和澳洲业务选择了竞标折 并可能在周二宣布选择与微软及窝马或甲骨文进行交易 据早先的报道就说 出售价格预计在200至300亿美元之间 但报道指即使TikTok选择了竞标折 交易也可能被中国政府拖延 中国商务部及科技部上周五28号公布新修订的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彭博社早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新规定涵盖TikTok使用的技术 因此字节跳动需要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 才能够出售TikTok的美国业务 交易或延至11月美国大选之后 陆明出席习近平重要会议引发户籍改革猜想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 出现一名主张推动大城市发展的学者陆明 外界关注接下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否会讨论进一步的户籍改革 据中央社今天的报道就说 习近平座谈会学者受到瞩目 主张推动大城市发展的中国学者陆明 日前出席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 引发外界关注中共是否将在十九届五中全会讨论进一步的户籍改革 据中央社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将在十月份举行 会中将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建议 习近平24日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专家座谈会 就此听取意见 其中一名受瞩目的发言学者 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 过去它鲜少在国家政策或智囊的重要场合发生 但它一直强调中国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主张大城市以及解放劳动力的发展优势 曾表示城市承载力是个伪命题 外界因此关注它的建言会不会成为十四五的指导原则之一 在座谈会后 陆明接受中国第一财经采访师说 十四五规划期间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其中重点是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 在这些城市 流动人口占比超过总人口的一半 至于要怎么改 他认为改革是渐进的 首先应该大幅度降低外来人口的落户门槛 大幅度提高就业和居住年限 在落户要求中所占的权重 减少其他要求的权重 比如教育水平 他说 比如一些只有小学初中高中毕业水平的外来务工人员 在上海或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活了十年 二十年也应尽早让他们获得公共服务 让他们的子女获得受教育的权利 2019年4月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 2019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分别对城区常住人口100万到300万的大城市 300万到500万的大城市提出取消和放宽落户条件 但是当时并没有真正对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 据该报道说 在中国户籍绑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大城市公共服务的资源有限 落户难的结果导致在城市里打工了十几年的农民工 还是享受不到合理的社会福利 也因此他们不敢放手消费 城镇化下的农民工市民化 被视为提升中国经济的手段之一 陆明在接受财新杂志访问时说 城乡间和地区间更为自由的人口流动 可对冲人口红利总量下降的负面影响 缓解城市劳动力的短缺 他说最终目的是要全面取消户籍限制 但现阶段可能做不到 因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尚未做好准备 例如全日制高中教育 这些城市一直仅对本地户籍学生开放 尤其是在上海和北京 中央社引述财新杂志最新一期的社论指出 户籍改革已经走到深水区 中国一向对于超大特大城市偏于严格控制 但无论是经济贡献还是劳动效率创新能力 中小城市均远远不及大城市 对新移民的吸引力也远不如大城市 这篇社论说 如果人口500万以上的大城市的外来人口 不能顺利市民化 国家的城市化整体进程就会受到严重拖累 外来人口不能顺利落户 消费潜力不能得到释放 必将限制内需扩大 影响当前习近平提出的内循环运行 新规卡死TikTok 中国把球踢回川普顿线两难 中美围绕TikTok角力上演意外一幕 中国推出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出口新规定 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表明会严格遵守 TikTok美国业务卖盘 可能要等到美国大选之后才有决定 中方新规可能把TikTok美国潜在的买家下怕 分析更形容就像收购KFC 但可能得不到垃圾酱料秘方 美国总统川普想打中国牌争取选票 如今则可能要决定是否冒上得罪 美国广大年轻选民的风险如期封禁TikTok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彭博社的专栏就形容川普对TikTok出手 初始好像一切都在他的盘算之内 川普以国安为由下令TikTok在9月15日之前 向美国出售美国业务 这短短数十天期限仿佛真的有逼切国安威胁 而微软则因为仍未彻底清除的原因 即时表示有意收购并获川普支持 中国上周末举动却很可能令美国企业 迅速吞并TikTok的机会落空 中国商务部与科技部联合修订出口限制目录 将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 人工智能交互界面技术等加入出口限制行列 要求企业对外出售有关技术之前必须取得批文 尽管出口限制并不等于出口禁令 TikTok美国业务最终仍可能成功卖盘 但专栏指出 人工智能技术与内容推荐演算法正是TikTok成功关键 而现在TikTok能否卖盘的决定者 则由美国政府变成了中国政府 对科技企业而言 人工智能驱动的演算法正是谋生俏门 Facebook Snapchat Google等科网聚集 都是以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 来决定向用户展示什么内容 来吸引广告生财 Google比bin更吸引人使用 正因Google搜索引擎演算法更贴心 TikTok美国下载量超过1.65亿次 对潜在买家最有吸引力的 也不外乎是TikTok的演算法和用户数据 中国现在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出口 就算没有吓怕TikTok美国业务的潜在买家 也至少令交易几乎没有可能在 川普9月15日限期前完成 川普则面对两难 要么放松态度 要么贯彻威胁封禁TikTok这个潮流应用程式 冒上一次在大选前得罪美国数以千万民众的风险 四成美国人喊话川普收了TikTok 随着美中关系逐渐恶化 根据路透与易普索的最新全国民调查显示 有40%的美国人支持川普强制TikTok 出售在美运营业务的行政命令 更有47%的受访者表示对TikTok持负面印象 根据路透报道 今天31日公布的最新民调 针对全美1349名成年受访者进行调查 发现有40%的人支持川普最近针对TikTok的行政命令 30%的人表示反对 30%的人表示不知道由此向行政命令 民调显示决定支持与否的关键因素 主要在于政党倾向 因有许多同意川普行政命令的人 坦言自己对TikTok其实不太了解 举例而言 有69%的共和党支持者 表示其支持川普的行政命令 但仅有32%的共和党支持者 表示熟悉TikTok 报道中提到 数据表明大多数的美国人 对于TikTok仅有粗浅的了解 美国民调公司的首席分析师进一步说明 这种消极的态度 可能是出自大众对TikTok的负面舆论 及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所导致的结果 首席分析也坦言 很明显的TikTok已经政治化了 TikTok在美国及全球 以歌舞短影片的形式 吸引了现代的青少年目光 但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 TikTok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 也受到了美国官方的关注 川普表示 TikTok正在向美国使用者收集大量的使用者个资 具有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 已经下令必须在9月15日期限内 出售在美国的运营业务 否则将无法与美国企业及个人进行交易 世贸组织总干事今天辞职引爆争未战 自2013年上任 本应该在2021年8月届满的世贸秘书长阿泽维多 正是于31日提前请辞下台 事实上他早在5月份时就在视讯会议上宣布 自己决定提早一年卸下这份重大责任 媒体评论 这一辞职事件提前引爆了尚未竞争 目前有来自不同国家的8位候选人表示竞选 据台湾上报今天报道称 WTO秘书长阿泽维多提前请辞 8位候选人角逐大位 作为统合协调164个会员之间 多边贸易事务的国际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年来 饱受贸易保护主义威胁 加上美国川普政府与中国之间 长时间的贸易纷争 都让世贸组织的公信力大幅下降 该报道引述法新社的消息说 自2013年上任 本应在2021年8月届满的 世贸秘书长阿泽维多 正式于31日提前请辞下台 据阿泽维多说 这与健康无关 我更没有考虑其他政治机会 决定提前辞职的主要因素 一是想要在家庭投注更多的时间 同时也能给予成员国更充裕的时间 来临选新任秘书长 执掌世贸七年来 当时意气风发上任的阿泽维多 却在川普政府这四年面临庞大挫折与压力 从2002年开始的多边贸易谈判破裂 华盛顿频频动用反对 让组织内成员协调一致原则面临崩解 造成许多协商和谈判 最终都因为美国否定而破灭 被专家视为是压垮阿泽维多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年62岁的阿泽维多 出生于巴西萨尔瓦多 毕业于巴西利亚大学电机系 里奥布朗库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学位 除了母语 葡萄牙文 还精通英文 西班牙语和法语三种外语 据该报说 阿泽维多1988年成为外交官 首次外派就是驻扎华盛顿 后来历任乌拉圭杜哈谈判代表 驻联合国日内瓦分部大使与世界贸易组织代表 直到2013年 当时任世贸秘书长的拉米歇任后 被选定为新一任的秘书长至今 随着秘书长卸任 世贸组织也启动新人临选作业 目前共有8名候选人将出马角逐大位 分别来自英国、埃及、肯尼亚、尼日利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摩尔多瓦与韩国 三位是女性候选人 公主刑 公主刑